Cerrini,林家謙,Delta T 全部都是自己去營銷的 在自己去做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他們的味道 林家謙用自己的味道去找Shing Wong拍MV Cerrini也是那些很奇怪的音樂影片 很棒,很傳統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我們這些 無論身處大公司還是經營所謂的大品牌 固有娛樂公司的人 需要去觀察和去反省 因為時代不碰巧 就算我們簽了新人 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有沒有那些O Seafood的情形出現 是會有的,對著新人 我叫你去做運動就做運動 去減肥就減肥 叫你割糖、割澱粉就割 所以我自己不割 無論在哪一個時代 生存做什麼 做任何一個行業 都是 就是 Keep our eyes open 其實我們已經有 加入了新的藝人 就是音樂人那些 希望不久的將來 可以快點和大家見面 我以去年 剛剛過去這兩個月的頒獎禮為例 很多人都會對新人 或者對一些獨立的音樂單位 都不知道他是什麼 還是誰 其實我想以此鼓勵這些音樂人 不要有不開心的感覺 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入行 甚至我到現在 都會有人覺得 對我們沒有知名度 甚至我完全不 只要我不關心你的音樂 你的東西就與我無關 每一個不同的時候 一個時代 都需要有不同的音樂和藝人 大家已經厭倦了某一種 演繹的方法 或者某一種宣傳的方法 你去留意 你不要說樂壇已死 你去留意他 他就沒有死 你不理他 其實他死了和沒有死 沒有區別 如果我是有一群 認受的觀眾 譬如說那一刻 我們做《一起聽聽我說》 我就用那個機會去介紹 一些我自己有留意開 或者我喜歡的 本地的樂隊給他們 我自己作為這個行業 從業的人之一 我覺得 起到一個帶頭作用是很重要的 我的二十周年 沒什麼值得拿出來和大家回首 我反而覺得我的二十周年 應該是下一個二十周年 所以我們今年的主題是 MAX20 我覺得我會用 我在過去這二十年裡 我的獲利 獲利回吐 我獲得的地位 我獲得的資源 我會分享給下一代音樂人 我們會給一些本地的自資的 或者沒有一些投資房 投資的音樂人 我會開放我的錄音室 去給他們用 也會利用一些我自己的平台 我的音樂會 我的社交媒體 去推廣他們 或者跟他們有些交通 這個是我在二十周年 我覺得應該做的事 味道 就是 語音樂 是 感谢观看